爷爷真的没救了吗? 我跪在地上嚎啕大哭了起来, 我从小就没了父母, 是爷爷含辛如苦的一点一点把我拉扯大的, 本来以为自己长大就可以好好孝顺爷爷了, 万万没想到, 现在我却和爷爷阴阳两格了, 一旁的牛十三和刘天师也是悲痛乱分, 刘天师将我拉了起来, 对我道, 小江, 人死不能复生, 节哀顺便吧, 前辈真的没办法了吗? 您这么厉害一定要救救我的爷爷了, 我就这么一个亲人了, 没有爷爷我怎么活了? 刘天师想了想到, 也不是没有办法, 刘天师从袖子掏出来一颗黄礼带红, 还带着花纹珠子放进了爷爷的嘴里, 爷爷的身体一下子散发出耀眼的红光, 没过一会儿红光就消失, 我亲眼看到爷爷脸上的紫色消失, 变得又红温又有光泽, 就连一旁的牛十三也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问刘天师这个珠子是什么宝物, 刘天师道, 这是牧尘珠, 是大帝之母, 所化的凤凰之胆, 珠中含有火炎精华, 是这天地之间最强的吉阳之物, 有定魂索命的作用, 可保你爷爷身体不会浮化, 不过因见鬼王众多, 姜文这家伙也不知道和哪个鬼王签了劳务合同, 期限又是多久, 所以我用牧尘珠护住姜文的尸体, 将来如果有机会还可以将他戒尸还魂, 听了刘天师的话, 我立马朝刘天师跪下来, 前辈, 您的大恩大德, 晚辈莫尺难忘,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深深意识到没有力量, 有多么无力, 我想拜您为师, 学习法术, 保护自己的亲人,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说完后, 我便朝刘天师磕起了头, 刘天师赶忙将我扶了起来, 就这样, 我成了刘天师徒弟, 随后, 我们就背着爷爷的尸体, 来到了祠堂和乡亲们挥类道别, 离开了村子, 刘天师和牛十三, 带我来到了机关山下的一家昆昆人民大药店, 牛十三跟我说道, 之所以叫做昆昆人民大药房, 是因为附近有个村子叫做中芬村, 随后, 我们将爷爷放到了药殿下的地洞里封存了起来, 办完这些事, 师父把我叫到地洞里一张石床面前, 说是帮我改生辰八字, 石床上有一个非常大螺盘, 螺盘中心一个非常小的凹槽, 凹槽周围刻着十二石尘和生辰八卦图, 师父让我咬, 小江快将食指咬破, 往那个凹槽里第一滴血脱掉上衣后躺在石床上, 我将上衣脱掉后将鲜血滴在了螺盘的凹槽里, 螺盘上的字没一会儿就亮起了微弱的红光, 显得很是奇异, 我躺在石床上后, 师父开始给我改生辰八字, 说道, 小江, 我要用针封住你的穴位, 给你改生辰八字的过程会很痛苦, 你一定要忍住, 没等我准备好, 刘天师就一针扎在了我CPU上, 疼了我一下就仗疯了脸, 好在针不多, 我还沉得住, 封住所有的穴位后, 师父口念一段咒语, 针上边瞬间燃起蓝色的火焰, 但是我并没有感到很烫, 大概过了几分钟火焰熄灭, 师父把扎在我身上的红针全部拔了下来, 说道, 小江, 你的生辰八字为师给你改好了, 没想到还挺顺利的, 我连忙道谢, 我一直都很好奇师父和神秘人是什么关系, 便开门见山的问师父, 师父沉默了一阵开口道, 神秘人的名字叫林开山, 是我和你爷爷曾经的大师兄, 生性邪恶练习邪术, 被师父赶出山门, 后来在贵州祸害当地的百姓滋养汉拔, 你爷爷和我就去了当地消灭了汉拔, 并重伤了他, 可惜的是林开山跑了, 不过从林开山身上打掉了两本道门禁书, 分别是诗鬼养成书和上古邪术, 在后来就是现在的事了, 我听了之后大受震撼, 以前的我一直以为爷爷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 完全不知道爷爷还有这些经历, 师父说完后说, 让我早点休息就回去睡觉了, 我也睡了, 次日一早我就被吵醒了, 出门一看一个光头, 老大爷跪在药店里嚎啕大哭, 求师父救救他的村民, 师父赶忙将老大爷扶了起来, 师父问老大爷出了什么事, 别着急, 有事慢慢讲, 老大爷哭了说, 刘道长我是隔壁县里中分村的村长, 就在五天前, 我们村子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东西, 一夜之间村里人的中分头全被剃光了狗头, 因为当时没有村民出事, 我们也就没太在意, 但是这五天之内村子里的人, 接二连三的领盒饭, 有的CPU直接和身体分开了, 有的人皮肤直接被扒拉下来, 还有的肚子里的零件被掏空了, 总之量得特别凄惨, 就因为这件事搞得村子里的人人心惶惶, 您一定要救救我们呀, 师父听说后, 当即表示去村子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在老村长的带领下来到了中分村, 刚到中分村的村口就看到了一群宪兵队的, 刚到村子就看到一群宪兵队的人, 我看到那些宪兵队的人, 背着枪脸色都不是很好看, 这时出来一个队长, 竟然是之前在蔡徐村遇到的那个小队长, 队长见到刘天师大喜, 赶忙迎了上来, 说道刘天师怎么会来到中分村呀, 难道是未卜先知, 预料到我现在正被一个很棘手的案子缠身, 刘天师笑道, 你就别舔我了, 是中分村的村长向我求助的, 队长对我说道, 那蔡徐村的事情解决了吗, 我说道, 解决了, 我现在是刘天师的徒弟了, 队长说道, 原来如此, 我们对这个案子根本就摸不到头脑, 即便是每天在村子里守着, 第二天依旧有人莫名其妙的惨死, 会不会是飘子出来作祟的, 这种事情我也不敢反应给上级, 毕竟上级也不一定会信这种东西, 刘道长你这么厉害, 一定要帮我解决这件事情, 需要啥帮助, 尽管说, 刘天师说道, 放心, 既然我接手了这个案子, 这里的百姓不会再死伤一个了, 你们就先回去吧, 队长听到后, 也是泪如泉下, 向师父道谢了几句之后, 便在队离开了村子, 刘天师对村长说道, 老村长, 村子里的这种情况叫鬼剃头, 吃鬼会在半夜故意剃光你们的头发, 在你们的CPU上流上石油, 等到石油把人体的阳气侵蚀干净, 就会来取你们的性命, 村长一听吓得赶紧狂摸自己的脑门, 随后说道, 这这这CPU上光溜溜的啥也没有啊, 哪来的石油, 刘天师说道, 那是因为石油已经入体了, 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剩下的村民集合起来, 帮你们把石油驱除, 随后村长就把村里被剃光头的人召集了起来, 来到了村里的中分广场, 我问刘天师怎么驱除石油, 刘天师说道, 用艾草, 艾草的热量和烟味能够驱尸排毒, 随后对牛大胆说道, 你带着小江回去昆昆人民大药房, 取吴捆艾草, 我俩得令就回去了, 中分村离药店不远, 也就五分钟的路程, 在药店里取了吴捆艾草, 就抓紧往中分村感, 可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小男孩, 他湿漉漉的, 而且恶狠狠的瞪着我俩, 等我们走得近一点, 那小孩就消失不见了, 我和牛市三都觉得很是奇怪, 这光天化日之下小孩怎么凭空消失了呢, 可等我们赶到中分村, 就听到阵阵哭声, 一个女的正抱着一个小孩哭泣, 而那个小孩竟然是我俩回来路上遇到的那个, 此时的小孩已经是没有了呼吸, 地上还有一大片水子, 我问老村长这是咋回事啊, 老村长说道, 哎, 被水淹死了, 这小孩昨天就已经失踪了, 这步你俩前脚刚走, 就有人说在村东透的河里发现了小孩的浮尸, 打捞上来人已经不行了, 我听完心里一阵发毛, 对牛市三说道, 这么说刚刚回来遇到的那个小孩是个鬼魂咯, 牛市三说道, 是的, 而且我还感觉这个小孩的死必有蹊跷, 肯定不是自己失足掉进河里淹死的, 是被什么东西给害死的, 我说此话怎讲, 牛市三说道, 因为我从那个小孩的眼神里看到了怨恨, 还感受到了很重的戾气, 只有含冤而死的鬼, 戾气才会这么重, 刘天师也表示赞同牛市三的说法, 我说道, 那这小孩会不会是被淹死鬼上身, 然后控制他的身体跳进河里的呢, 刘天师说道, 这个不可能, 小孩虽然是纯阴肢体极易招鬼, 但鬼却是上不了身的, 不过有的小孩十四岁之前是有阴阳眼的, 能够看到鬼魂, 但却分辨不了是人是鬼, 我看小孩极有可能是被鬼迷惑进了水塘, 玩耍给烟个屁的, 而且这个鬼很有可能是个女鬼, 看到小孩激发了他的母爱情怀, 然后把小孩给带走了, 那个小孩的母亲听完, 直接跪在刘天师面前, 痛哭着, 求求刘天师一定要为我小孩申冤啊, 让他早早投个好人家, 刘天师赶忙扶起他, 严肃的说道, 放心吧, 我既然来了, 不仅会保护大家, 也会给那些被鬼害死的村民一个交代的, 说完就接着, 对我和牛十三吩咐道, 我的两个乖徒儿, 此刻正是正午十二点, 阳气正盛之时, 艾草的功效能够发挥最大化, 赶快去把艾草围成一个圈点燃, 让村民们站到里边去, 我和牛十三得令就去摆好了艾草, 几个被剃了光头的中分割占了进去, 随着艾草的燃烧, 那几个光头哥感觉CPU挤养男人, 开始疯狂的抓挠着头皮, 不意会CPU上便开始不断的渗出深黄色的液体, 而且非常难闻, 就像尸体腐烂的味道一样, 随着艾草的燃烧, 那几个光头哥感觉CPU挤养男人, 不意会CPU上便开始不断的渗出深黄色的液体, 而且非常难闻, 就像尸体腐烂的味道一样, 刘天师对老村头说道, 村子里还有没有被剃头的人了, 老村头说道, 除了我剩下的都在里边了, 刘天师说道, 那您也进去做一下艾酒吧, 说完就把老村头也请了进去, 大概试酒了三十分钟, 艾草也燃烧殆尽, 地上留下了一大滩黄色的液体, 这几个光头哥也显得很有精神, 仿佛是恢复了阳气一般, 肚子也开始咕噜咕噜叫了起来, 刘天师赶忙递上去紫米面包给众人, 老村头不好意思道, 这么贵的面包我平时都不敢买呢, 破费了呀刘天师, 随后刘天师把全村的人召集了起来, 说道危机还没有解除, 今晚所有人都要紧闭窗门, 不可出来, 老村头不解问道, 为啥啊, 刘天师说道, 因为今晚我要做招魂法事, 把之前隔屁的人给召回来问他们一些事情, 以便我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回魂叶亲人之所以不能露面, 是因为这些人都是被邪碎害死的, 本身就怨气很大, 极为凶险, 一是避免伤到你们, 二是防止我超度他们的时候, 见到亲人, 眷恋人间不想走, 所以你们务必要遵从我的话, 老村头听完点点头, 便命令众人散去了, 随后刘天师对老村头嘱咐道, 你去找人准备一些纸钱蜡烛香火, 这样可以在他们上路的时候烧给他们用, 刘天师又从包里掏出了两袋石灰, 让我和牛十三把这石灰撒到中分广场, 因为我们是看不到鬼的, 所以可以通过石灰来判断这些冤魂是否回来了, 短眼到了晚上, 我和牛十三开始烧纸钱, 刘天师则是站在蜡烛香火前做起了法事, 但我总感觉我的后背凉嗖嗖的忍不住往后看了一眼, 我尼玛几个骷髅还有抱着自己狗头的鞋碎正站在我的身后, 那些狗头死死的盯着我露出诡异的微笑, 我吓得指着身后大叫了起来, 牛十三看了看问我, 小江咋了在这大惊小怪的, 我说道, 他他们回来了, 那些隔屁了的人就站在我的身后, 牛十三大笑道, 你这独子该不会是有阴阳眼吧, 我咋没看到, 等我睁开眼, 却又发现什么都没有, 突然一阵阴风吹过, 刘天师那边的蜡烛一下子就被吹灭了, 紧接着地上开始出现脚印, 不过这些一排排的脚印却是有规律的, 那就是两双鸡脚印中间夹着一双人脚印, 并且香的烟气开始朝着那些脚印附近聚集, 刘天师小声说道, 他们来了, 正在吸食我们的香火, 小江十三赶快继续烧纸钱, 贿赂鸡脚鬼差大人, 我不知道刘天师说的鸡脚鬼差是个什么玩意, 开始疯狂往火里扔纸钱, 刘天师开始嘴里念起了咒语, 最后大喝一声鸡脚鬼差现, 随后眼前就出现了好几只鬼差, 其中一个鬼差看着我们说道, 大胆刁民, 合适把我们照到此地, 刘天师听到赶紧命令我俩继续烧纸钱不要停, 那几只鬼差见我俩继续烧着纸钱, 脸色也瞬间变得好看起来, 刘天师就向鬼差说道, 鸡脚鬼差大人, 今日无意冒犯, 主要是有鞋碎在此地作乱, 想跟这些死去的村民简单含战几句, 查明死因, 让其安心上路, 看待我的两个徒儿这么卖力给大人们烧纸钱的份上, 通融通融吧, 其中一只鬼差说道, 人鬼殊途, 两界互不干涉, 你不要为难我们了, 刘天师冷冷笑道, 钱在三界都是万能的, 如果不是, 那就是钱还不够多, 你俩加大马力给我烧钱, 随后我和牛十三就疯狂的 朝火堆里扔之前, 带头的鬼差也是看到了我们的诚意, 说道, 这个也不是不可疑, 不过最近上头查的言, 只能写一个字, 说完就命令村民向刘天师提供害死他们的情报, 那个村民就在地上画了一朵菊花, 然后这群鬼差便带着村民消失了, 我俩就来到刘天师跟前, 我说道, 果然有钱能使鬼催没啊, 不过这钱烧的也太不值了, 整半天就给我们画了一朵菊花作为情报, 牛十三说道, 对啊, 不过这菊花是啥意思, 难道是凶手是用菊花杀人的, 刘天师也是思索着, 随后让我把老村头喊来, 我们喊来了老村头, 刘天师询问道, 鬼差已经来说了, 不过那个死去的村民在地上留下了这个,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说着就着这那朵菊花让老村头看, 老村头凑上钱去看了看, 也是思索半天, 突然他面露惊涩, 一把蹲坐在了地上, 嘴里嘟囔着, 是他, 是那个女人, 他来报仇了, 刘天师赶忙将他扶起来问道, 是谁你别慌, 慢慢说, 老村头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 以前我们村西住了一个人, 姓狗叫做杂种, 别看狗杂种长得一般家里还揭不开锅, 但却有个水灵的媳妇叫做菊花, 还给狗杂种生了个大胖小子, 取名叫狗杂碎, 因此村里的男人都很是羡慕, 被地里议论纷纷说, 这狗杂种不知是哪来的福分, 娶了个这么水灵的姑娘, 水灵个屁, 知道咱村的狗圣子不, 这家伙可是三天两头趁着狗杂种出去赚奶粉钱, 去他家帮他照顾他媳妇呢, 我看这大胖小子说不定是狗圣子的呢, 这姑娘白给我, 我都不要, 我可没那福分戴着绿帽子, 这话很快就传到了狗杂种的耳朵里, 但是苦于没有证据, 于是有天就跟媳妇谎称要出去几天, 然后就躲到了屋子后边, 到了后半夜吧, 果然有个人影进了狗杂种的屋子, 里边还传出了男女之间不可描述的声音, 狗杂种一听瞬间就怒了, 抄起尼国耳就冲了进去, 一看正是狗圣子怒火之下, 直接将狗圣子给KO了, 面对妻子的背叛还背上了命案, 狗杂种瞬间丧失了生活的动力, 把自己也KO了, 就这样菊花一夜之间成了寡妇, 没了男人的支撑, 本来家里就揭不开锅, 菊花的生活一度维持不下去, 村里的男人看不下去了, 有的就经常晚上去菊花家帮忙照顾照顾, 毕竟都是邻里邻居的, 不过后来被我发现菊花竟然跟这些男的做那种事情, 按照我们的习俗那可是要进猪笼的, 我就命令村里的人把菊花关进了猪笼里, 不过后来被我发现菊花竟然跟这些男的做那种事情, 按照我们的习俗那可是要进猪笼的, 我就命令村里的人把菊花关进了猪笼里, 数落菊花, 家里刚死了男人就跟别的男的鬼混, 简直是太不守妇道了, 可菊花却很是委屈的说道, 自己是被狗圣子威胁的, 如果不跟他发生那种事情, 狗圣子就会结果了, 我的丈夫还有我的儿子, 我也是没有办法, 至于我跟其他男的鬼混, 也是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 我不能让我儿子饿死, 迫于无奈才同意他们的,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我还有儿子还没满院, 我死了我的儿子也活不了, 但是我们还是踩着菊花把他扔进了河里, 而且菊花弥留之际, 还恶狠狠的朝那几个跟他打过扑克的男人们, 说着你们都会死的, 你们都会死的,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说到那之后那个小孩呢, 老村头说道, 菊花隔屁以后, 小孩不知道咋了, 即便是村里的女人, 为他奶水, 他也不吃, 直到饿死, 从那以后我们中分村, 每到夜晚就会出现女人和小孩的鬼叫声, 那几个和菊花打过扑克的男的可能是心虚, 怕菊花变成鬼, 朝他们复仇, 就找了个道士, 前来做法, 那个道士就在菊花的屋子里弄了个叫什么镇魂关, 说是能镇住菊花这个恶灵, 不过从那以后村子似乎就恢复了太平, 再也没有那个女人的鬼叫了, 直到前几天的鬼剃头事件, 然后就开始死人了, 我听后很是气愤, 怪不得你们被鬼剃头, 真是活该啊, 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进猪笼这种恶习, 说着我就恨不得上去揍老村头, 但是被牛十三给拽住了, 就在此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女人的怪叫声, 很是神人, 刘天师冷笑道, 说曹操曹操道, 看来那个邪碎今晚要来锁你们的狗命了, 村长听完很是慌张, 刘天师说道, 走我们去村口看一看, 随后我们就来到了村口, 声音戛然而止, 周围什么也没有, 刘天师就拿出了罗盘测了测, 对我和牛十三说道, 看来这个女鬼怨气还不小, 实力很强, 你俩带上一只大公鲲, 三个葫芦和四个石狮子, 去限制住这只邪碎, 我要回去准备一些东西, 开谈做法才能够对付它, 随后又递给了我一个红色的布袋说道, 小江,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任务, 有不懂的地方要问你的十三师兄, 这个布袋在你危险时打开, 能够保住你的狗命, 安心上路吧, 随后我和牛十三就带上刘天师说的道具去了, 我手里提着大公鲲, 牛十三则是背着大包袱, 里边装着葫芦和石狮子, 我就问牛十三刘天师为何要我们带这些东西, 牛十三说道百石王阵, 所谓石王阵在风水中有三种用途, 分别是招财, 转运, 化煞, 而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就是化煞石王阵, 葫芦具有化煞挡灾, 驱除鬼气的作用, 两者相结合, 就是化煞石王阵了, 我也是听得一头雾水只能点头, 可突然一阵阴风从我后脖梗吹过, 以为是鱼鬼, 我吓得回头一看发现啥也没有, 等我再回过来却发现牛十三不见了, 地上只留下了那个包袱, 我瞬间就慌了, 啥情况, 牛十三刚才不还和我说话呢, 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消失不见了, 这独子该不会是临阵脱逃了吧, 留我在这黑夜里一个人, 山村老师, 鬼王传第六集, 刘天师身中剧毒, 红心亮起来, 我们就来到了村口, 女飘飘的声音戛然而止, 可周围什么也没有, 刘天师就拿出了罗盘侧了侧, 罗盘指针指向了村东透的河边, 也就是淹死菊花的地方, 刘天师掐指一算, 对我和牛十三说道, 看来这个女儿飘怨气还不小, 实力很强, 至少在黄级之上, 不过区区一小小斜碎, 弹指间就可灰飞烟灭, 谁知刘天师刚装完毕, 浑身一颤, 罗盘直接从手上掉落了下来, 跪倒在地, 嘴里随即吐出了一口黑色的老血, 头发也瞬间变样, 我和牛十三大惊难道刘天师要陨落了吗? 赶忙将冰王刘天师扶了起来, 问他怎么回事, 刘天师紧闭双眼, 眉头紧皱, 浑身散发这一股气, 开始运功疗伤, 片刻后说道, 是灭浑针, 一种极阴的法器, 之前我与黑衣人决战的时候被这玩意刺中, 没想到这么快就发作了, 我赶忙问, 那中了灭浑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啊? 刘天师说道, 中了灭浑针, 它会一直停留在你的体内, 散发阴气, 吸收阳气, 直到死亡, 这还不算完, 死后还会直接化为玄疾僵尸, 继续吸食人的精血, 我听后很是震惊, 难道只有死路一条了? 有没有应对之策啊? 刘天师说道, 小江, 这世间万物阴阳相克, 方法就是用血身这种极阳的药材把灭浑针逼出来, 不过这血身极为罕见很难寻找, 现在首要任务是解决这个女邪碎, 这灭浑针暂时还不会置我于死地, 只是我暂时被封印了部分实力, 等到消灭这只女邪碎在座以后的打算, 随后刘天师思索了一会, 对我俩说道, 你俩带上一只大公鲲, 三个葫芦和四个石狮子去限制住这只邪碎, 我要回去准备一些东西, 以我现在的实力, 为了万无一失, 我得开谈做法才能够对付它, 随后又递给了我一个红色的布袋说道, 小江,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任务, 有不懂的地方要问你的十三师兄, 这个布袋在你危险时打开, 能够保住你的狗命, 安心上路吧, 随后我和牛十三就带上刘天师说的道具去了, 我手里提着大公鲲, 牛十三则是背着大包袱, 里边装的葫芦和石狮子, 我就问牛十三刘天师为何要我们带这些东西, 牛十三说道百石王阵, 所谓石王阵在风水中有三种用途, 分别是招财, 转运, 化煞, 而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就是化煞石王阵, 葫芦具有化煞挡灾, 驱除鬼气的作用, 两者相结合, 就是化煞石王阵了, 我也是听得一头雾水只能点头, 刚一马说完, 身后突然传来阵阵女人的哭喊声, 我的双腿被吓得不由哆嗦了起来, 周围也开始弥漫起红色的雾气, 我刚想回头看, 牛十三就打断我说道, 小江千万不要回头, 一直往前走, 我们就加快步伐往河边赶, 可是走了好长一段时间, 发觉我们好像是在原地打转, 又一次回到了起点, 身后的女人见我们不回头, 一个劲地往前走, 声音也由哭喊声变成了戏血的笑声, 牛十三大骂道, 可恶, 看来我们是中了菊花的幻术了, 小江这样下去, 我们是走不出迷雾的, 我来拖住这只大漂亮, 你头也不要回, 继续往前走, 直到走到河边, 然后百石王阵, 牛十三说完, 就把东西丢给了我, 直接扭头朝着身后的菊花走去, 我不敢回头看, 只知道我走了大概几步的距离, 就听到了牛十三的惨叫声, 以及大漂亮的叫喊声, 牛十三在我身后大喊道, 小江不要管我, 到了河边按照东南西北方向, 各摆上一个石狮子, 然后把葫芦放到中间位置, 随后便没了牛十三的声响, 第七集大战女儿飘菊花, 上集说道, 牛十三为了让我走出迷雾, 选择回头和女儿飘, 进行一威一solo, 没想到我刚走出几步, 就听到牛十三的惨叫声, 以及菊花的大笑声, 我大惊牛十三这是要陨落了吗, 管不了那么多, 现在首要任务是去河边牵住住菊花, 我便加快脚步, 很快红色迷雾便消散了, 我也来到了河边, 这里应该就是菊花被进猪笼的地方了吧, 周围很是安静, 菊花那个飘飘应该还没有到达这里, 我便赶紧按牛十三说的, 在地上摆出了一个长方形的画煞狮王阵, 把葫芦放到了中间, 将公鸡血分别滴到了四个石狮子的嘴里, 随即他们口里便散发出道道金光, 一下子打到了水里, 不一会水面便出现了波纹,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从水里漏了出来, 怀里还抱了个小孩, 我定睛一看这不就是之前淹死的那个小孩吗, 肯定是菊花生前的执念, 让她引诱小孩进了水池, 从而让这个小孩的灵魂成为她原本小孩的替代品, 菊花看到有人来超度她, 随即便嘴里吐了一团黑气朝我袭来, 我吓得不知所措, 闭上了双眼, 过了会发觉没事睁眼一看, 只见那三个葫芦飞在空中吸收了黑气, 随即便重重地打在了菊花的CPU上, 菊花痛苦地哀嚎了起来, 一溜烟钻进水里消失不见了, 我心里暗想原来超度女阿飘如此简单啊, 没等我得四玩, 水里突出冲出一条黑乎乎的东西, 一下子缠住了我的双脚把我往水里拖, 我以为是水草一类的, 赶紧掏出铜钱剑进行劈砍, 但是那东西似乎很是硬挺, 手都被我砍抄襟了, 愣是一根没断了, 此时我才发现那竟然是头发, 这好端端的水面怎么会有头发, 这应该是菊花的真身来索我狗命了, 剑头发砍不断, 我直接把剑插进了土里, 但是菊花的绣发力道很足, 一下子把我提了起来, 我回头一看, 直接把我吓傻, 只见一个穿着红衣的骷髅头怪物, 正站在岸边, 用力的把我往水里拖, 我拼命挣扎, 突然一个红布袋从口袋里掉了出来, 这时我才想起刘天师给我的保命神器, 我一把抓过红布袋, 单手打开一看是一颗蓝色的珠子, 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直接就朝着菊花扔了过去, 谁知竟然被菊花轻易躲开沉入了水里, 菊花冷笑道, 好小子, 还有点小伎俩啊, 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下来成为我的替死鬼吧, 随后菊花猛的一用力, 我便静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拖进水里, 临死前, 我心想, 我尼玛这句本不对啊, 刘天师你坑我, 这保命神器屁用没有啊, 我在水里疯狂的吐着气泡, 就在我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 我看到岸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黄色的身影, 我在水里疯狂的吐着气泡, 就在我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 我看到岸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黄色的身影, 说道大胆菊花竟然如此嚣张, 接连伤我两个徒儿, 天地无极, 乾坤到法, 引雷丸, 骑, 随后掉入水里的那颗破竹子, 竟然散发出耀眼的蓝光, 直接打中菊花, 一道剧烈的电光火花以后, 菊花沉入了湖底, 我也浮出了水面, 随即变昏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岸边, 此时已经是白天了, 刚起来就发现旁边躺着的竟然是牛十三, 他满脸无情, 充满了死气, 我把手放到他的脖子处, 竟然感觉不到脉搏, 我直接吓得一个哆嗦, 尼玛难道牛十三他革屁了, 正在我疑惑之时, 旁边传来刘天师的声音, 他没死, 只是被女阿飘重伤, 阴气入体极深, 我暂时封住了他的命门, 处于休克状态, 防止他阳气外泄, 等到收了女阿飘, 我自然有解救牛十三的方法, 我站起来点了点头, 发现刘天师面前摆着法坛, 上边还放这各种道具, 我说道, 那我们赶紧做法收飘子吧, 谁知刘天师脸色一变, 用一种邪魅的眼神, 看着我似乎有求, 与我的样子说道, 法师已经在你昏迷的时候做完了, 我用阴阳五雷阵暂时封住了这个飘子, 时间不多了, 你赶紧下去把菊花给我捞上来, 我一听瞬间惊了, 心想, 好家伙刚刚九死一生, 从水里被你救了出来, 现在咋又让我下去, 我只能无奈的说道, 师父我有点害怕啊, 我是个汗鸭子, 别说捞尸体了, 你让我下水游个泳, 我都做不到啊, 谁知刘天师掏出了一枚珠子, 趁我不注意, 直接打进了我的嘴里, 说道, 这是气魂丹, 吃了它就不需要呼吸了, 我给牛十三吃的也是这玩意, 随后便一脚把我踢进了河里, 刚入水我十分害怕, 过了一会发现真的不用呼吸, 于是我就赶紧往下游去, 可水里十分浑浊, 啥都看不清楚, 很快我到了河堤, 我在那一顿乱摸想要找到菊花, 突然我摸到了两个软软的球状物体, 还很Q弹, 我瞬间反应过来, 是菊花的大馒头, 没错了, 还好刘天师暂时封印了菊花, 不然我这种行为被菊花发现, 他不得把我嘎了, 可等我凑近一看, 直接把我恶心坏了, 菊花整个面部已经白骨化, 可为啥它的两个大馒头还在, 想不了那么多了, 我就拽着菊花朝水面游去, 当游到水面, 就感觉一种无形的力量把我往水里拖, 到了水里, 我就看到菊花竟然苏醒了过来, 他死死的抓着我的昆昆把我往水底拽, 到了水里, 我就看到菊花竟然苏醒了过来, 他死死的抓着我的昆昆把我往水底拽, 我很是害怕, 拼命扑腾, 此时耳朵旁突然传来流天师的声音, 这是道法传音, 臭小子, 我感应到菊花苏醒了, 你刚才是不是做了激怒菊花的行为, 现在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救你了, 那就是亲菊花用你的洋气冲撞它的阴气, 它就不能动弹了, 然后你再把它拉上来, 我自有办法对付它, 我看了菊花一眼, 我尼玛, 我是真下不去嘴啊, 我现在非常后悔刚才的手剑行为, 不过那也是因为河水太浑浊, 不小心触碰到的, 没办法为了活命, 我强忍着恶心一口嘟了上去, 你还别说, 这菊花被我这么一亲, 还真的松开了, 我不动弹了, 我以为没事了就准备松开, 谁知这是耳边又传来了流天师的声音, 忘了告诉你, 在你把它捞上来之前要一直亲着, 不然菊花就会再次苏醒, 前功尽弃哦, 我心里一阵骂骂咧咧, 好你个流天师, 当你徒弟真是倒了我八辈子血没了, 我就这样一直抱着菊花往上游去, 即便是游出了水面, 我也不敢松口, 生怕他再一次苏醒过来, 我保持着亲吻的姿势走到了岸边, 流天师顺手扔了一道基尼泰美符纸贴到了菊花的CPU上, 一脸见兮兮的表情对我说道, 怎么样我的好徒儿, 亲嘴的滋味好受吧, 你看看都不舍得松开嘴了, 想当年为师也是这么过来的, 不少女阿飘的初吻都被我夺走了呢, 由于太过于沉醉, 我听到流天师的话才反应过来已经是到了岸边, 我赶忙放下这只臭轰轰的菊花, 直接就吐了起来, 要知道这菊花不知在水里泡了几年了, 那味道根本没办法形容, 像是大便尿液加上雌老鼠的混合气味, 气味中还有一丝辛辣, 想必这菊花生前一定是很爱吃辣椒的, 流天师见我吐得这么厉害, 扔给我一枚生姜片说道, 生姜属于发物, 属阳性可寒, 刚好区区你口里的失味, 我赶忙放进了嘴里, 你还别说真挺有效果的, 嘴里那股初吻的感觉瞬间没有了, 随后流天师问我, 小江你下去捞菊花的时候, 菊花是肚皮朝上还是大定朝上, 我想了想说道, 当时河水非常浑浊, 我也没看清楚啊, 流天师说道, 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是大定朝上, 那他就是个普通的红衣煞星, 如果是肚皮朝上那就麻烦了, 肚皮朝上怨气在晚上就会得一挥发, 吸收日月精华, 这菊花隔屁这么久了, 岂时力会进化到可怕的地步呢? 即便是用三位真火烧了它, 它还会化为灵体附身它人, 继续危害世间, 此时我看了看, 自己双手突然想起, 我在水里的时候摸到了菊花的大馒头, 那不就是正面朝上吗? 一道道黑气朝着九星关内涌入, 棺材也开始疯狂的抖动起来, 流天师大惊向我说道, 你确定菊花是正面朝上? 我不好意思的说道, 确定, 因为我清晰的记得, 我当时在水里面摸到了菊花的大馒头呢? 说道这我的鼻血竟然不由自主的喷涌了起来, 流天师听完脸色一变, 随即就朝我来了一发闪电五连边呢, 怒吼道, 臭小子, 都啥时候了? 一个女邪碎你都不放过啊, 真是个大色批跟你爷爷一个货色啊。 此时小江爷爷那边, 突然打了个喷嚏说道, 我你妈, 哪个老东西的在说我坏话, 脑子都在鬼界了, 还不放过我? 流天师这边也打了个喷嚏说道, 刚接你爷爷老敌, 就被这老头子听到了, 我背对的哑口无言, 流天师接着认真地说道, 按你说的之前菊花正面朝上, 吸收日月精华, 现在应该是玄疾的存在了, 我之所以能够镇住他, 可能也是他刚刚突破玄疾, 而现在的我被那面具男的灭魂针封锁了实力, 施展阴阳五雷阵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现在趁他没有苏醒过来, 我们要赶紧将他抬到村子那具棺材内, 用毛衫的九星阵施关阵法, 将他的魂魄连同肉身一同封印起来才行, 不然即便是烧了他, 他的魂魄也会出来继续害人呢, 我有些不解的问道, 那师父你现在的级别是在哪个境界啊? 流天师说道, 我原本是玄疾上品天师, 马上就要突破地级了, 现在给观众朋友们科普一下, 在我们凡间实力的等级分为黄级, 玄级, 地级, 天级, 每个级别又分为下品, 中品, 上品, 我点点自己的狗头, 随后流天师手指一挥, 一到金光就打进了牛十三的CPU内, 片刻后牛十三重新焕发生机了, 随后我们三人便带着菊花的身体, 来到了中分村菊花的屋子, 进了屋子就看到一具寒冰大棺材, 流天师让我俩把棺材盖打开, 我和牛十三用出, 吃奶的镜都没能推开, 流天师一掌就把棺材盖给掀翻了, 随后我们把菊花翻了进去盖上棺盖, 流天师说道, 这个屋子阴气太重, 我们把棺材抬出院子, 随后我们就找来了麻绳, 本以为棺材很重, 没想到我和牛十三俩人便轻轻松松的抬了起来, 来到屋外, 流天师掏出了九枚银针, 分别扎进了棺材的四周, 随后又用涂了黑狗血的红线尽情缠绕, 连接了九枚银针不说, 甚至将棺材都包裹了起来, 口念一道咒语, 请客间红线便散发阵阵光芒, 就感觉阵阵热流在不断的朝着棺材内涌入, 我感到十分震惊, 流天师得意的解释道, 九星阵师官, 原理就是九枚银针吸收聚集这世间的阳气, 然后将阳气汇入棺内, 以镇关中之邪碎, 再加上黑狗血能够阻隔阴阳两气, 阴气不能入内进行调和, 而阳气又不断的涌入棺内, 即便是这棺内的邪物再厉害, 久而久之也会被阳气冲得灰飞烟灭, 消失在这六道之中呢, 我和牛十三纷纷对着流天师一顿跪田, 流天师牛逼666啊, 就在我们几人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 不知从何处传来了一道声音, 没想到这小小中分村还有如此高人, 鬼王第一世百鬼十日, 阴煞冲关, 话音刚落就看到无数的魂魄朝太阳巨龙, 景色间辨识我们陷入黑暗之中, 与此同时一道道黑气朝着九星关内涌入, 关态也开始疯狂的抖动起来, 仿佛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一样, 流天师顿时光的一击大喊道, 不好,九星阵师官要被推毁了, 你究竟是何方妖孽? 神秘之人献世, 号令中鬼十日, 顷刻间阴煞冲关, 九星阵师官危在旦夕, 随着一道道黑气不断的朝着九星关内涌入, 关内的菊花似乎也感应到了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召唤着他, 关态开始疯狂的抖动了起来, 流天师惊呼, 不好,九星阵师官要被摧毁了, 菊花要出来了, 你究竟是何方妖孽要助这些物一臂之力? 那神秘的声音说道, 杰杰杰, 在我复活之前, 好好享受这高贴盛宴吧, 随后棺材上的红线开始由红变黑, 流天师看到这果断跳起, 直接倒立用桃木剑抵住九星阵师官, 暂时为时一晚, 随着菊身炸裂, 棺材盖直接被冲开, 菊花叫出关外, 强化版菊花登场, 只见他浑身冒着黑气, 满眼血光, 流天师立马结印用法阵定住菊花, 对我俩大喊道, 你俩赶紧出去,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要用阴阳五雷阵再次封印他, 此地不宜久留你俩在场, 肯定会被轰成渣渣的, 谁知流天师刚说完, 菊花就猛的朝我们出来, 流天师见状, 直接跳了下来, 用桃木剑四项菊花给我俩争取时间, 奈何此时的菊花身体如同台甲, 架上周围有黑上护体肩不可推, 菊花直接无视流天师的攻击, 体内猛的涌出两道黑气将我俩缠绕, 一瞬间就感觉一股股热流朝着菊花那边涌入, 而我和牛十三瞬间有种被吸干的感觉, 就好像肾屈一般浑身无力, 我尼玛这可恶的菊花刚硬不活, 就要对我们两个精壮小伙下手了, 牛十三说道, 师傅, 你不要管我俩啊, 赶快用阴阳五雷阵将它封印啊, 这菊花肯定是想以我俩为妖邪, 说明现在的他肯定是害怕阴阳五雷阵的, 流天师还是深爱着两个智商在线的徒弟的, 并没有这么做, 可是被封锁实力的流天师, 此时用不出忍术来对抗菊花, 于是只能向天借法, 立马结印大喊道, 天兵如玉令, 借雷阵邪, 随即一道闪剑直批草木剑, 古宗陶木剑立马被劈成了千年雷击陶木剑, 周身散发着, 悠悠黑光直接突破了菊花的防御, 刺穿了菊花, 菊花痛苦的哀嚎着, 我俩也得已逃了出去, 随后流天师立即用出阴阳五雷阵, 没想到此时的菊花光才吸收了我俩的部分阳气, 刚好突破了旋即, 菊花几声怒吼, 直接冲破阵法, 流天师也被阵飞了出去, 掉落在了我和牛十三的面前, 二十米自由落体的流天师摔得直接一口老鞋吐了出来, 而此时的中分村也是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还烈日当头的天空, 怎么突然就变黑了呢, 流天师此时有气无力的说道, 你们赶紧疏散村民, 让他们逃命, 菊花现在已成气候, 他的首要事情肯定是屠村, 我非常敬佩的看着流天师都伤成这样了, 还惦记着村子里的人, 牛十三也是赶紧照顾村民, 赶紧逃跑, 然而我回头一看为时已晚, 充满邪气的菊花正慢慢的从院子内升起, 目视着这些弱小的老尾们, 重伤的流天师以及面临屠村的村民, 菊花接下来会进行怎样的报复呢? 二十米自由落体的流天师摔得直接一口老鞋吐了出来, 有气无力的说道, 你们赶紧疏散村民, 让他们逃命, 菊花现在已成气候, 他的首要事情肯定是屠村, 我非常敬佩的看着流天师都伤成这壁样了, 还惦记着村子里的人, 牛十三也是赶紧照顾村民, 赶紧逃跑, 然而我回头一看为时已晚, 充满邪气的菊花正慢慢的从院子内升起, 怒视着这些弱小的老鞋们, 随后菊花猛的就飘到了这几个侵犯过他的男人身旁, 这几个犊子也是吓得一个腿软, 直接跪倒下来, 村长求饶道, 菊花啊, 是我们对不住你, 我们诸狗不如啊, 饶了我们这几条狗命吧, 牛十三劝解道, 菊花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这几个人渣固然该死, 可是你一旦大开杀戒, 到时候会被阴司打入十八层地狱的, 菊花听完猛的就上前一巴掌, 把牛十三扇一边去了, 随后一爪子就扎进了一个男子的胸膛内, 将他的心脏给取了出来, 随后地面上便显现出了一行字, 如此鲜活的心脏怎么狠心将我进猪笼呢, 你们几个都要死为我和我的儿子偿命, 那几个独自看到这一幕已经是吓得湿了一地, 就在菊花准备取第二个男人心脏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枚炮弹直接命中菊花, 轰轰一声在不远处爆炸, 远远望去, 发现竟然是宪兵队的那几个独子, 根据有烟无伤定律, 带到烟雾散去, 菊花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 而且还长出了翅膀, 此时的流天师苏醒了过来, 看到菊花惊呼, 不好, 这菊花进化成飞浆了, 我们就朝着那几个宪兵队的走去, 狗圣子看到菊花依旧活泼, 就让宪兵队的再给菊花来上几炮, 队长骂道, 你以为老子的炮是想打就能打低, 我这些弟兄们不要吃饭的了, 狗圣子也是很明事理, 急忙掏出了几枚大银元, 我看到后很是气愤, 真是小人得势啊, 这种人真该死啊, 流天师则是制止道, 你们几个赶快住手, 不可再做激怒菊花的事情了, 谁知狗圣子嘲讽道, 你这个臭道士, 一个菊花你都制服不了, 还在这逼逼赖赖的, 差点把我们全村人都害死你知不知道, 要不是我提前让这几个宪兵队的小哥哥再次埋伏, 估计我现在正去阎王那排队报道呢, 我听完生气的队道, 你个星号星号必得, 说谁臭道士呢, 就你这种人渣还去阎王报道, 我看你该去十八层地狱报道, 狗圣子被我队的无能狂怒, 直接又掏出了好几枚银元命令道, 开炮开炮, 别听这臭道士的, 真理永远掌握在射程之内, 队长这独子赶忙附和道, 啊对对对, 真理永远在射程之内, 队长这独子也是认银子不认人呢, 直接命令开炮, 砰砰砰, 三发炮弹齐刷刷朝着菊花飞去, 没想到被菊花医院轻松躲开, 打了个寂寞, 随后直扑狗圣子的面门, 那狗圣子顿时慌了, 这钥匙被插到, 我直接脱骨鸡排了, 那狗圣子狗急跳墙, 竟然一把菊起, 我扔向了菊花, 大骂道, 他奶奶滴, 老子临死, 也得拉个垫背的, 随后我就看到菊花的, 三点一四米大鬼爪, 朝我的二弟袭来, 瞬间感觉, 我的二弟一凉, 眼前一黑, 便晕死了过去, 可恶的狗圣子, 竟然把我扔向了菊花, 菊花直接一发, 鬼爪戳中了我的二弟, 二弟直接被戳没了, 我看着裤裆处, 不断流淌的鲜血, 直接就昏死了过去, 全剧中了吗? 并没有, 等我再次睁开眼, 发现我躺在地上, 身旁的刘天师, 正用一只手为我疗伤, 手掌不断有一道道光, 朝我的裤裆内涌入, 就感觉一股股热流, 进入体内非常的舒服, 等我回过神来, 发现刘天师的头发, 变回了我斑爷的发型, 一只眼睛竟然觉醒了, 六高玉轮回眼, 而且受伤的胸口, 流出的液体, 从之前的红色, 变成了金黄色, 菊花也不见了, 可恶的狗圣子也躺在地上, 变成了一具死尸, 周围的村民不断的磕头嘴里说着, 龙羊子饶命啊, 龙羊子饶命啊, 什么情况? 龙羊子是谁? 我坐起来朝刘天师问道, 师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刘天师见我醒来, 让我不要动, 先把你的二弟恢复了再说, 随着一股股热流融入我的体内, 大概是过了一刻钟, 我竟然感觉身体完全恢复了, 二弟也完好无损, 随后刘天师向我讲述了, 我昏死之后发生的事情, 就在我昏死之后, 菊花想要秒了我的时候, 一个魂魄突然出现, 是菊花的丈夫狗杂种, 只见他抱着一个婴儿飘在空中, 而这个魂魄正是刘天师从阎王那请来的, 菊花见到丈夫似乎是恢复了一些理智, 狗杂种说道, 菊花不要再制造罪孽了, 跟我走吧, 去阎王那头一个好人家, 这一切的因果都是我造成的, 都怪我太过于冲动, 没有调查清楚就对狗圣子动手, 我自杀以后, 阎王爷告诉了我真相, 狗圣子并没有死, 所以我没有杀人, 背上命案, 狗圣子强迫你, 但是你极力反抗, 没让他得逞, 孩子也是咱们的, 阎王说, 只要你能跟我去地府, 我们下辈子还能做夫妻, 而那个害我们的狗圣子死后, 让他下地狱, 听到这个狗圣子心里一颤, 让我下地狱, 你们下辈子做夫妻, 想得美, 直接跑到大宝室, 疯狂开国想要攻死菊花, 这下菊花彻底失去人性, 开始无差别屠杀, 首先吵着刘天师和牛十三就冲了过去, 无计可施的刘天师此时慌得一批, 牛十三为了保护师父, 只得掏出桃木剑抵挡, 而牛十三则是将牛十三推开, 直接硬抗菊花, 结局可想而知, 菊花的鬼爪直接贯穿了刘天师的胸腾, 想要跟刘天师说一说掏心窝子的话, 就在菊花要取出心脏的瞬间, 刘天师体内突然迸发出一根大黑棒, 直接刺向了菊花, 将菊花定在了大公鸡之上, 而刘天师似乎也随着黑棒的弹出, 恢复了实力, 胸口流淌着金色的液体, 刘天师似乎恍然大悟, 大笑起来, 原来如此好一个以毒攻毒啊, 现在的我已经突破旋即成为地级天师了, 水后直接觉醒了, 六沟玉轮回眼, 怒开虚拙, 一个巨大的骷髅手从身体内飞出, 佐住了菊花, 菊花的鬼爪直接贯穿了刘天师的胸腾, 想要跟刘天师说一说掏心窝子的话, 就在菊花要取出刘天师心脏的瞬间, 刘天师体内突然迸发出一根大黑棒, 直接刺向了菊花, 被面具男封锁的实力瞬间恢复, 刘天师大笑起来, 菊花我真是要谢谢你十八倍祖宗啊, 正是因为你掏了我的心窝子, 直接把我体内的灭魂针给逼了出来, 现在的我已经突破旋即成为地级天师了, 随后刘天师直接觉醒了六沟玉轮回眼, 怒开虚拙, 一个巨大的骷髅手从身体内飞出锁住了菊花, 冷冷说道, 我乃地级天师龙养子, 菊花我命令你现在即可立即马上斩断世间因果, 舍弃肉身去往地府投胎, 伤害你的人我自会成劫, 还你一个公道, 否则我将立刻用十拳剑将你封印, 说完一个巨大的葫芦剑就显现了出来, 恢复理智的菊花嘶吼道, 我不, 我要亲手杀死这些害死我的人, 刘天师见菊花执迷不悟, 十拳剑直接就刺了过去, 但被菊花的丈夫挡在了面前, 求刘天师放过菊花, 菊花只是暂时被仇恨蒙蔽了心智, 刘天师也是不忍心封印这苦命的一将, 直接猛的一发十拳剑就刺进了狗圣子的身体内, 反应过来狗圣子痛苦地嘶吼着, 刘天师淡淡地说道, 现在可以去投胎了吧, 看到如此杀伐果断的刘天师, 菊花选择相信刘天师是一个为民除恶的好天师, 一个灵魂直接从菊花体内飘了出来说道, 天师, 我相信你会还我们家一个公道, 随后温馨的一家三口慢慢地飘向了空中, 而狗圣子这边, 龙羊子直接将他的魂魄用十拳剑抽离了出来, 狗圣子随即倒在了地上, 刘天师冷冷地说道, 疯印, 想多了, 那对你来说算是宽恕了, 我要让你灰飞烟灭, 从六道之中消失, 口圣子的鬼魂听后, 直接被吓出了鬼尿, 哭蝶喊娘地求刘天师放过他吧, 下辈子投胎给刘天师当牛做麻, 牛是三直呼, 刘天师好牛逼啊, 鬼尿都给他吓出来了, 师父你不要听他的, 此人本心极恶狗, 改不了吃食, 他死后肯定不会安心投胎, 还会变成恶鬼, 回来报复, 刘天师听完, 直接发动铜树, 六根黑棒凭空出现, 直接深深刺进了狗圣子的身体内, 随后用出了灭魂天罩, 一发黑眼在狗圣子的魂魄上烧了起来, 狗圣子的惨叫声响彻了天地, 那几个村民也是吓得一个腿软纷纷跪倒, 求龙扬子饶他们狗命一条, 县兵队队长直接吓出一身冷汗, 什么狗屁真理永远在射程之内, 真理在许左能乎之中, 说完直接带上家伙流霉了, 然而让刘天师没有察觉到的是, 已经没有灵魂的菊花体内流出了一滩黑色粘稠的液体, 慢慢的渗透, 进了土里消失不见, 我听完之后很是高兴, 太好了刘天师终于恢复实力了, 这下就不用去寻找什么血身了, 刘天师点点头说道, 血身倒是不用寻找了, 不过这个菊花似乎只是一颗棋子罢了, 破解九星镇师官幕后的那个黑手还没有出现, 我们还不能松懈, 要赶紧调查这个家伙, 趁他没有复活之前把他灭了, 不然他肯定还会继续霍乱村子的, 我和牛十三点点自己狗头, 随后刘天师就让众人起来, 让他们好生后葬菊花他们一家, 还吓唬村长如果稍有懈怠菊花, 还会回来复仇的, 吓得村长赶紧命令众人抓紧干活后葬菊花, 随后我们就回了药店, 刘天师让我和牛十三先去休息, 他要暂时闭关修炼, 期间务必不要打扰他, 我和牛十三由于太累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下午, 直到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 来到大厅就看到一个村民焦急的说道, 不好了不好了, 村长的女儿小月好像是中邪了, 见人就想咬上一口, 吸八个壮汉才把他控制住, 你们赶紧去看看吧, 我和牛十三大惊, 难道幕后黑手又来捣乱了吗, 他脸色苍白满眼血光, 嘴里好像还长出了大獠牙, 一个浑身是血的村民焦急的说道, 不好了不好了, 村长家的女儿任小月好像是中邪了, 见人就咬吧, 我和牛十三听后大惊, 难道这么快幕后黑手就来捣乱了吗, 现在师父正在闭关修炼, 我和牛十三只能先跟随村民去村长家,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等我们到了村长家, 已经是天黑了, 呼呼呼, 夜晚的风很是刺骨不断的在山谷之中的中分村吹拂, 在一棵大树下绑着一个女子, 此人正是村长的女儿, 只见她满眼血光想要把在场的人生吞活活了一般, 旁边还有两具盖着白骨的尸体, 我问这是咋回事, 村长说道, 这是我女儿干的好事, 我女儿平时乖巧懂事, 今天她不知道怎么了, 直接徒手把我家的两个家丁给秒了, 我们好几个人废了老大, 尽才把她制服呢, 我猜她肯定是被菊花那个女儿飘上了身呢, 我们明明将她厚葬了, 为何她还是不肯善罢甘休, 说道这村长直接一把跪刀在地向天大喊, 菊花啊菊花, 你要是觉得心有不甘, 你就把我也带走好了, 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宝贝女儿啊, 我赶紧把村长扶了起来说道, 村长你先别急, 菊花不是已经去投胎了吗, 再说了你们厚葬了她, 那个可恶的狗圣子也已经死了, 她的怨气已经化解没有理由再回来害你们的, 此事必有蹊跷, 待我和牛十三把这件事调查清楚, 相信一定可以救回你的女儿的, 随后我和牛十三走到那两具尸体前, 先开白骨查看, 瞬间就被一阵恶臭, 差点降晕了过去, 火力马这刚死的人怎么会如此恶臭, 定睛一看, 那两具尸体的肚子被掏空, 呈现出一个巨大的窟窿, 一股股腐烂的气息不断的涌出, 不过这个手法怎么似曾相识, 我突然大惊对牛十三说道, 这个手法怎么和我们蔡徐村村民的死状一样啊, 难道说这个邪祟和蔡徐村有着一定关联吗, 牛十三点点头, 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记得你在山村老师第五十四集的时候把那个红衣煞星秒了, 你把铜钱剑插进了他的大馒头上, 他的身体化作一缕青烟消失了, 很有可能他并没有死去, 那股怨气还存留在人世间呢, 我大惊, 觉得牛十三分析的很有道理, 随后我们又来到了女孩的面前, 她脸色苍白满眼血光, 嘴里好像还长出了大獠牙, 可依然挡不住她那迷人的身姿, 这任小月肯定是个大美人呢, 要是能娶她做老婆, 兼职美滋滋啊, 牛十三见我满脸色像的看着任小月, 一巴掌就呼我脸上了说道, 臭小子想啥呢, 这可是生人事变, 现在的她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了, 可是半人半师, 我听后一阵一吟, 好家伙半人半师都这么迷人, 那原来是得多好看啊, 牛十三接着说道, 看来此邪碎怨气还不小呢, 我们得赶紧把她体内的邪碎给逼出来了, 这个邪碎正在不断的侵蚀, 这小月的阴阳舞破, 再晚人小月就没救了, 我急忙说道, 那我们赶紧动手去飘子救小月吧, 要是能救回小月, 村长说不定觉得我很有本事, 脑子一抽筋就把小月嫁给我这个穷屌丝了呢, 脑子不直接跨越阶级变成阔家大少爷了吗, 我正在这一吟着呢, 就看到牛十三掏出了几片树叶, 分别贴在了我俩的眼睛上, 一瞬间眼前的画面就变了, 只见一团黑气笼罩着任小月, 并且一股股洋气正不断的被黑气所吸收, 看来牛十三分析的没错, 这样下去任小月必凉了, 村长也是慌得一批对牛十三说道, 你们可要救救我宝贝女儿啊, 只要你们能救好她, 你们要什么我都答应, 听到这的我此时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牛十三安慰道, 村长大人请你放心好了, 小月只不过是被一个小小邪碎缠身, 等我把她赶出来再将此邪碎收服, 以后中分村就能安居乐业了, 至于您女儿的身体想要恢复如初, 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呢, 说道这牛十三脸红了起来, 村长急忙说道道长您有啥尽管吩咐不用藏着叶着, 牛十三红着脸接着说道您女儿是否有婚配呢, 你感信眼前这个女子马上就要变成僵尸了, 此刻一团黑气正在不断的吸收着任小月的洋气, 村长求牛十三救救她的女儿, 牛十三安慰道, 村长你放心, 小女只是被恶鬼所附身, 只要驱除恶鬼再采羊补羊, 你的女儿自然就会好了, 牛十三虽然是这么安慰的, 但她心里很是凝重, 这恶鬼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现在师父正在闭关修炼, 万一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随后牛十三让众人往后退, 随即向空中抛了一张黄符, 摇破中植, 迅速的在纸上画着什么, 嘴里大喊, 天方地缘, 恶令九章, 鬼声万物, 破魔法上, 随着咒语念完符纸, 立马散发出金光, 随后牛十三低声道, 急急如律令, 恶鬼速速现身, 去, 漂浮在空中的符纸搜的一下, 就打到了任小月的沟壑内, 我看到后心里一阵酸, 我尼玛这不要脸的牛十三, 人家驱鬼都是打没心, 你特喵的打人家沟壑里, 随后任小月猛的挣扎了起来, 还伴随着痛苦的嘶吼声响彻天地, 牛十三大喝道, 小江快去锁住他, 别让他挣托了, 给我时间施法, 将鱼鬼打出, 一旦挣托, 绳子你我姓名不保, 我听后立马朝任小月扑了上去, 将他牢牢锁住, 鱼鬼嘶吼道, 臭道士, 本鬼马上就要占有他的身体了, 你竟敢来坏我的好事, 我要将你狠狠撕碎, 然而被符纸压制的鱼鬼, 竟然被我这个小菜鸡轻松给压制住了, 动弹不得, 牛十三也不多逼逼, 今天老子就让你魂飞魄散为民除害, 随即又一次扔出了一张符纸, 名为鱼鬼符, 随着那张符纸飘到女鬼的头顶, 一道金光便把我和任小月笼罩了起来, 随后一个鬼影就慢慢的被抽离了出来, 竟然是红衣煞星, 我尼玛, 他怎么还活着, 不是已经被我干死了吗, 我问牛十三这是咋回事啊, 牛十三冷笑道, 小菜鸡区区一个铜钱剑, 怎么可能杀死一个快突破玄机恶鬼呢, 他之前化作一缕青烟只不过是演给我们看的吧, 随着红衣煞星被不断的剥离, 任小月的抖动也开始剧烈了起来, 红衣煞星又慢慢的朝着任小月附身, 牛十三大喊, 小江抱紧他, 千万别让他抖动, 我要加大施法功率了, 我听后报的更紧了, 势必要将红衣煞星给驱离出来, 随后牛十三又连续扔出数道银鬼符, 这几道银鬼符互相加持下功力大增, 直接将红衣煞星给剥离出来, 而我也不争气的流出了鼻血, 此时的红衣煞星被牢牢的困在金光之中, 牛十三立马掏出了流天师的千年雷击桃木剑, 朝着红衣煞星刺去, 红衣煞星知道这千年雷击桃木剑跟铜钱剑根本没有可比性, 上次被刺中是因为附身在菊花身上, 加上黑煞护体根本不虚的, 而这次是他的原本鬼体, 一旦被刺中必是灰飞烟灭啊, 红衣煞星直接点燃了自己的鬼体, 化作一团黑色大姨妈沿着地面逃跑了, 牛十三直接扑了个空, 怒吼道可恶啊, 让他给跑了, 没想到这红衣煞星还知道刘的青山在不愁煤柴烧的道理, 竟然燃烧自己的鬼体, 废掉自己的修为, 而此刻的红衣煞星已经虚弱到了极致, 仓皇的逃到了一片森林中, 原本玄疾的他现在已经跌落到了黄疾之下, 只能维持大姨妈的状态, 但是恰巧迎面过来一个放羊的老头, 红衣煞星大喜直接朝老头扑了上去, 钻进了老头的口中, 被鱼鬼附身的老头满眼红光兽性大霸, 三只羊直接被他吃的剩几根骨头, 恢复点实力的红衣煞星放声大笑, 恶毒的说道, 臭道士们, 等我再吸几个人的阳气恢复玄疾实力, 一定要将你们撕碎, 而此时身后却传来了一道声音, 哦是吗, 要我们撕碎, 不过想法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呢, 为了躲避强大的雷击桃木剑, 红衣煞星竟然燃烧自己的鬼体, 废掉自己的羞围, 化成一滩姨妈血逃跑了, 此刻一处森林内, 一个被红衣煞星, 不深的放羊老头嘶吼道, 可恶的臭道士, 等我再吸几个人的阳气恢复实力, 并要将你们撕碎, 然而不远处却传来一道声音, 哦是吗, 要把我们撕碎, 不过想法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呢, 红衣煞星大惊瞬间慌的一批, 因为这个声音他在熟悉不过了, 正是已经觉醒轮回眼的刘天师, 刘天师慢慢朝着红衣煞星逼近, 嘴里说着, 我原本以为在我和面具男决战的时候, 小江已经把你杀死了, 没想到我大意了让你活到现在, 菊花的暴走也是你再搞鬼吧, 说完直接对他的弃火, 强大的气势直接把红衣煞星吓得跪倒在地, 颤颤巍巍的说道, 刘天师你不能杀我, 如果不是我控制菊花掏了你的心窝子, 把面具男的灭魂针从你的体内给逼出来, 你能有现在的实力吗? 刘天师冷笑道, 你是想杀死我才掏的我心窝子吧, 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弄巧成拙让我恢复了实力吧, 况且我上次已经放过你一次了, 这次我真的想不出什么理由不杀死你哦, 刘天师见红衣煞星一脸猛逼接着说道, 之前处理完菊花的事情, 你变成大姨妈逃跑你以为我不知道, 只不过当时刚恢复实力, 封印完狗圣子已经虚脱的不行了, 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 今天我特地来送你上路呢, 去死吧, 说完一发十拳剑就刺穿了红衣煞星, 但被狡猾的红衣煞星为体出窍躲开了, 正要逃跑, 刘天师直接用出灭魂天照, 下一刻黑色的火焰在红衣煞星的鬼体上烧了起来, 红衣煞星痛苦的嘶吼着, 邪云鬼王快救我了, 邪云鬼王救我了, 邪云鬼王马上就要复活了, 邪云鬼王是不会放过你的, 今日我虽死但仍是鬼界霸王, 下一刻红衣煞星在黑色火焰的燃烧中彻底消散成虚无, 然而刚才红衣煞星嘶吼声所发出的声音是一种跟鬼王, 沟通的鬼云在刘天师儿中只不过是临死前的惨叫罢了, 因此刘天师并不知道什么邪云鬼王的情报, 随后刘天师施展治疗术医治受伤的老头, 可突然身后一发黑棒朝着刘天师刺来, 想要掏刘天师的新窝子, 察觉到的刘天师反应很快怒开虚左抵挡, 冷笑道又是掏新窝子, 又他奶奶的掏新窝子, 老子都被掏出免疫能力了, 能不能换点别的下三岸的手段, 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哦,下三岸, 堂堂轮回眼的刘天师竟然连我的虚体都判断不出来, 刘天师大惊回头一看竟然是面具男, 你不是已经被狮鬼封禁给封印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 不过冷静下来的刘天师发现这个面具男只不过是一个投影, 根本伤害不到自己, 可恶啊被面具男摆了一道, 面具男冷冷说道, 少废话是时候还债了, 说完便慢慢消失了, 刘天师怒吼, 别走把话说清楚, 但是面具男并没有鸟塌, 刘天师意识到, 面具男虽然被江文的尸鬼封禁给封印, 但他似乎并没有真正的消失, 而且还正在试图突破封印, 一场更大的危机即将到来, 而刘十三这边并不知道刘天师已经灭了红衣煞星, 被驱除邪碎的人小月依旧昏迷的躺在床上, 村长很是着急的说道, 这邪碎不是被你打跑了吗, 怎么我女儿还不苏醒啊, 不会有什么事吧, 刘十三说道, 村长你放心, 任小月刚刚被驱除邪碎阳气受存, 只要补充阳气便可恢复, 说着就掏出了一根撞阳香说道, 这是巨阳香, 把它点燃就能汇聚阳气被你女儿吸收了, 随后对我说道, 小江你是个精壮小伙, 阳气足能够让房间充满阳气, 你在这留下来照顾任小姐, 巨阳香的功效会大大加倍, 我这边要去找下师父帮忙, 毕竟红衣煞星现在出逃, 指不定又到哪去害人呢, 得赶紧把他收拾了再说, 我听后很是高兴, 赶紧点头答应, 随后牛十三就和村长来到了院子内, 掏出两张定师符贴在这两具尸体上, 吩咐村长他们看好尸体, 另外不要进屋, 否则巨阳香的功效会大大衰减, 随后就去找刘天师了, 屋子内的我看着任小月的大馒头, 身体不知道为啥开始燥热了起来, 好想对任小月做点什么不测描述的事情啊, 我怎么会有这种邪恶的想法, 难道跟这撞阳香有关系, 我正想着呢, 突然任小月浑身发抖, 嘴里还不知道小声说着什么, 我听不清楚就凑上前去, 就听到任小月说着冷, 好冷,我好冷啊, 这是哪里, 我说这是你的闺房啊, 任小姐, 但任小月依旧寒冷, 我就打算上前给任小月盖一盖被子, 谁知刚一触碰到被子, 就被任小月一把手死死抓住, 瞬间感觉她的手冰凉彻骨, 我尼玛这笔痒的是在吸食我的阳气啊, 这可不行啊, 再这样下去, 我会被冻成冰雕的, 刚才还对任小月想入非非的, 我瞬间清醒, 直接奋力挣脱, 但身体还是感觉冷冰冰的, 反观吸了我的阳气的任小月, 这回也不寒冷了, 睡得老香了, 我心里骂道, 可恶的牛十三, 说是让我给任小月补充阳气, 我以为今晚能跟任小姐发生点什么呢, 竟然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再待这屋子会不会折瘦啊, 想到这我就赶紧走到门口, 想要出去, 当准备打开门, 就听到门外传来一个声音惊慌的说道, 村村村长, 你快看那两具尸体啊, 我怎么看到有一具尸体在动啊, 我大惊, 什么, 尸体在动, 难道是要失变了吗, 村村村长, 你快看那两具尸体啊, 我怎么看到有一具尸体在动啊, 我大惊, 什么, 尸体在动, 难道是要失变了, 随后就听到一声喊叫声, 然后就是鲜血迸发出来的声音, 我知道这是僵尸要断了人脖子, 正在吸食鲜血呢, 我很担心村长想要打开门, 谁知门竟然被锁上了, 此时外边两个僵尸分别吸食这一个人的鲜血, 加上吸收日月精华实力迅速暴涨, 村长吓得和另外几个家丁赶紧逃到了大树上, 下边两个吸食完血液的僵尸开始寻找新的猎物, 其中一个家丁小声说道, 村长大人赶紧屏住呼吸, 这样他们就发现不了我们了, 但是不知情的我开始疯狂踹门, 想要出去就村长他们, 巨大的声音吸引了这两只僵尸的杜尸, 突然砰一声巨响, 门上赫然出现两只鬼爪, 我掏出随身的铜钱箭就刺了上去, 没想到这只僵尸竟然不怕铜钱箭, 直接破门而入, 找我出来, 我吓得急忙往后退, 此时我看向了任小月想都没想一把钻进了任小月的被窝, 我尼玛那两具僵尸也紧跟着跳了过来, 不过好在是任小月的躯体现在已经是半人半尸状态了, 刚好覆盖了我的人气, 那两个僵尸绣着鼻子这纹纹, 那纹纹没找到我就朝门外跳走了, 但是一直躲在任小月被窝也不是个办法, 此时的我感觉身体异常冰凉阳气, 正在不断的被吸收着, 再这样下去必死无疑啊, 出去要被僵尸咬难道已经成了死局了吗? 而牛十三这边同样也遇到了危险, 随着一阵寒风吹过, 让牛十三这个修折都不禁浑身一颤, 牛十三警惕的看了一眼周围, 发现什么也没有, 就在牛十三打算继续赶路的时候, 身后菊花一紧一只冰凉的手搭在了自己的肩膀, 牛十三猛的转头发现竟然是一只可爱的妹子, 很显然牛十三已经被这个女鬼给迷惑住了, 看来这只鬼的修围在牛十三之上, 随后就领着牛十三朝身后的大花轿上走啊, 牛十三这个大色批竟然直接跳进了花轿开始, 和这个女鞋碎瑟瑟瑟起来, 花轿在两人的剧烈运动之下疯狂的抖动着, 大概是过了三秒钟吧, 抖动就结束了, 女鬼失望的一脚将牛十三给踢了出去, 而然就在此时一个戏虐的声音从空中传来, 呦呦呦, 十三徒二你厌福不浅啊, 大半夜来找围师竟然还有女鬼临幸啊, 牛十三听到师父的声音赶忙跟师父解释一番, 师父你闭关修炼结束了, 我正要去找您了, 可半路遇上个可爱漂亮妹子, 我正打算送她回家呢, 流天师冷冷说道, 可爱妹子, 送她回家, 那你们在花轿上边震动什么呢, 你再回头看看你身后的是什么, 牛十三回头一看, 直接脸色煞白, 只见一张半脸腐烂的红衣厉鬼正站在自己的身后, 牛十三一拳朝女鬼袭去, 没想到直接被弹飞了出去, 师父这女鬼恐怕得有玄机境界了, 女鬼怒吼道, 牛十三你个大渣男, 白嫖玩本姑娘就翻脸不认鬼了是吧, 流天师也不多逼逼了, 直接掏出十拳剑, 怕她个锤子封印不就完事了吗, 说着就刺身于鬼, 没想到竟然被四只小鬼给轻松挡了下来, 其中一只小鬼怒吼道, 臭道是活腻歪了吧, 知道我家主子是谁吗, 谁不谁你都敢封印的, 我家主子可是邪云鬼王包养的女儿, 实相的就赶快交出你手里的小子, 今天就大发慈悲, 让你死得好看点, 不然的话你连去阎王投胎的机会都没有, 牛十三心里有点光, 连流天师的十拳剑都能轻松抵挡, 这些鬼究竟是什么实力啊, 然而流天师却冷笑起来, 结结结, 四个旋即五重天小鬼, 一个旋即八重天快要突破地级的女邪碎, 居然如此大的口气, 我很好奇谁给你们的勇气, 是你们口中的邪云鬼王吗, 说完直接发灭天照, 黑眼在四只小鬼身上燃烧了起来, 四只小鬼嘶吼着, 火, 竟然是黑色的火焰, 好痛啊, 救命啊主人, 女邪碎也是急忙躲开, 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四只旋即五重天的小鬼, 就被灭魂天照彻底烧成了虚无, 女邪碎瞬间慌了, 这这这不可能, 哪里来的火焰, 而且是黑色的, 竟然把鬼兜给烧死了, 可饿你给我等着, 说完就想逃走, 刘天师可不打算放过他, 直接又一发天照打在了女邪碎的身上, 女邪碎痛苦的惨叫着, 作为鬼活了几千年, 可从来没感受到如此痛苦啊, 黑眼瞬间烧掉了女邪碎三分之一的鬼体, 旋即八重天, 直接被烧成了黄极九重天, 刘天师冷笑道, 结结结, 太酷辣, 没想到这个女邪碎这么耐烧啊, 说着又来了一发天照, 女鬼这下子彻底服了, 连忙求饶, 天师饶命啊, 天师饶命, 本鬼没有想要伤害这位帅哥啊, 只是跟小哥情投意合, 所以才做了苟且之事啊, 牛十三一听顿时生气, 你你你别血口喷人, 我再怎么好色, 也没有小江这个大色批好色啊, 怎么可能看上你这个女邪碎, 明明就是你迷惑了我, 我直接打了个喷嚏, 我尼玛这又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刘天师听完也是把天照给关了, 火焰也慢慢消失, 冷冷说道, 即便你今天没有害人, 但是之前有没有害过人, 那就交给阎王来审判了, 说着刘天师的轮回眼, 开始散发出紫色的光芒, 下一刻大地开始颤抖起来, 一尊巨大的阎王陶龙从地面冒了出来, 同时口中猛的伸出一条巨大的舌头, 把女邪碎给缠住了, 刘天师的轮回眼散发出一道道紫色的光芒, 下一刻大地开始颤抖起来, 女邪碎身后猛的冒出一具巨大的阎王头颅, 还没等女邪碎反应过来, 阎王口里就伸出了一只带着鬼爪的舌头, 缠住了女邪碎, 刘天师怒吼道, 说吧, 你生前到底害没害人, 不是说给我听, 是说给你身后的阎罗王听的, 但凡有半句谎言, 你都会被阎罗王大人酷刑审判, 不死不休, 牛十三非常震惊, 师父你这该不会是把阎罗王给召唤出来了吧, 这可是地府的最高神明了, 岂不是复活小江他爷爷指日可待了, 刘天师说道, 复活江文我还不够那个级别, 这具阎王头颅只不是一个头颖罢了, 相当于毛山井神术一样, 只不过拥有阎罗王无数能力中的一两种能力罢了, 然而刘天师此时内心沉思着, 这轮回眼地狱道的力量, 现在我只能调动一丝丝轮回之力, 如果现在以我的实力复活江文的话, 恐怕是要以我的生命为代价的, 女邪岁听到刘天师的话更加恐惧了, 相比被阎罗王酷刑审判, 他更加愿意被天赵给烧死呢, 赞紧说道, 天师饶命, 小女可从来没有害过人, 我出生的时候就体弱多病, 十八岁便早早夭折了, 死后就被中分村鸡宫山上的邪云鬼王给收养为女儿了, 今日下山偶然遇上这个小帅哥, 就想戏弄他一番图个乐子, 完全没有害人之意啊, 随着女邪岁将自己的情况说完以后, 阎罗王的舌头便自动的收了回去, 随着又一次地震, 阎罗王的头颅就重新落入到了地底, 看来这个女邪岁说的句句是真, 刘天师接着问道, 既然你是一只好鬼, 我今日姑且饶你不死, 但是你口中的邪云鬼王到底是个什么存在, 女邪岁含泪说道, 如果我说了邪云鬼王势必不会放过我, 反正都是死你, 还是用天照把我烧死算了, 刘天师说道, 你大可放心说出来, 我不仅不会伤害你, 还会成为你的保护伞, 女邪岁胆怯说道, 小女其实知道的也不多, 只知道他手下有三大地级恶鬼护法, 手底下还有很多的玄级恶鬼, 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刘天师点点头对牛十三说道, 看来这鬼王实力还不小, 之前菊花暴走, 红一煞星冲破七星镇尸关都跟他有关系了, 但是不知道他做这一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牛十三听后赶紧把任小月中邪的事情告诉了刘天师, 刘天师问现在怎么样了, 牛十三说道, 我已经把任小月体内的邪碎给逼出来了, 就是那个红衣煞星干的, 但不知道他现在去哪里了, 任小月现在依旧昏迷, 刘天师笑道, 他已经被我的天照给烧死了, 然而就在此时, 周围突然刮起了阵阵阴风, 牛十三警惕道, 师父好像有情况了, 女邪碎脸色大便看向天空, 不好, 是鬼王的三大护法来了, 三个黑影飘在空中, 一道阴冷的声音传来, 杰杰杰, 小瑶, 你竟然敢背叛鬼王, 等我收拾完这两个道士, 接下来就是你, 那个戴墨镜的臭道士, 连鬼王的人你都敢动, 今日你不死我, 直接倒立吃翔, 随即一个黑影就朝着刘天师冲来, 速度很快, 刘天师立马向天照进行攻击, 然而黑影猛的一个瞬移, 竟然躲开了天照, 凭空消失了, 猛的出现在刘天师身后, 随后一发黑虎掏心, 直接掏了刘天师的心窝子, 刘天师一口老血, 直接吐了出来, 牛十三和女邪碎, 也被一股强大的气流冲散了数米远, 这难道就是地级强者的战斗吗, 鬼王大护法冷笑道, 杰杰杰, 区区一个黄级小道, 也敢在我面前装十三, 你的眼睛早已经被我看穿, 那黑色的火焰速度太慢了, 我站着不动, 你都烧不到我呢, 今天就用你的人头来给鬼王谢罪, 每等刘天师开出许左能呼, 大护法直接将刘天师的CPU给取了下来, 连同他的心脏,